哈啰大家好 我是阿源 很久没有以这样子的静态的形式拍影片给大家了 为什么今天会以这样子的形式 就很突然的会以这样子的形式来呃�히呃呈现这样子的影片给大家 是因为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就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个月了 然后我也就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 所以才在这边呃 准备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啦 整件事情其实有一点有点短 整个故事其实有点长 我整个先去 你已经可以知道吗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天要跟大家宣布的东西 是一件对我来讲 非常值得纪念的一部影片 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我上传影片的这个日子 其实同时间 同一天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发生着 等下我就跟你们讲是什么事情啦 首先要有请 我的一位最该拍动进来先 来 一起 翘三百六个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Have a seat 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啦 你要问什么 你做这一行做这样久啦 你是不是开箱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多的 我问你 你有没有开箱过自家的东西 没有啊 是不是没有开箱过自家的产品 没有啊 今天 我们都非常期待来开箱 属于我们自家的商品 来 首先 首先就是这一个东西啦 对对对 这个东西叻 它其实是 Apple iPhone X 对啦 然后它其实是在很多年前出产的 喂 认真了吗 来 我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登场 这个东西啊 OK 这四个东西叻 其实就是 我们的baby啦 对 我们的baby 没有错 是是是是 然后这个东西就好像 母亲怀胎十月这样 然后它诞生了 对 经历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 今天这四样商品终于 在大家的面前面试啦 但是在开始前要先给他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品牌叫 XXB 对 然后我们是一个服饰品牌 然后今天拍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体验一下 当我们是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购买这个品牌的商品的时候 我们开箱这个东西的心情是如何的 因为 其实我们在这个包装上面 我们是非常的下心思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浅浅这样子的那个emboss的效果 是我们的 logo的那个effect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这边下面有放了一个 Sport UV的那个 我们的website OK 所以我们整个包装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主打简约的风格 就是简单 因为我们觉得简单的东西是最好看的 没错 习拜一起 我们直接来开箱先 我们这一次的collection 叫 Walk Yourself 然后我们这一个collection 总共有四个官司 然后四款是都在这一边 可是我们不懂是哪里一个打哪一个 OK 来了啊 直接来 Are you ready 首先 打开这个包装袋 嗯 Yes 这个是哪一件 全新 WOW 这个是我身上穿着的这一件 WOW 这个也是好 开这个也是好 衣服在那边 人 开出来过后 你们就会看到一张这样子的卡片 对 这个卡片是在这个collection 跟彩面我们特地印制的一些 比较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周边 这样子 对对对对 算是周边 对对对对 对 然后 你们会看到 卡片前面是有一个DCNB 然后呢 DCNB 打开 这边你们也看到我们的website yes OK 然后呢 它整个叻 就是一个 这个collection的周边的一个卡片 这样子啦 对对对 非常精美的一个周边的卡片 一个安卡 上面这一边会写着一些我们的 心路历程的一些故事 每一款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卡片 然后它是对应的 就讲你买这一款 就对应会拿到这一款的卡片 所以它是固定的 然后呢 我们会来看看我们的衣服 因为其实 昨天我们就已经有发布我们的第一个帖文 连续有很多网友陆陆续续有在问我 这个品牌的 它的菜质啊 它的布料啊 它的印刷啊 是怎样怎样的 所以我想要借助 今天这个影片 可以跟你们大概的讲解一下 对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尺码 我们就跟以往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以往 我们上一次的款式是走 S size M size 还有L size 还有XL 对 可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走这样多的款式 我们这次走的是比较中间 比较平均的一个size 我们走1号跟走2号 OK 连我在身上穿着的是1号 因为以我的体型啦 我穿1号也可以 我穿2号也可以 然后我的身高是175cm 呃 体重大概60 60kg左右 所以如果身高跟我大概差不多了叻 可以穿1号也可以选择穿2号 但是穿2号比较好啦 因为oversize 2号的cutting 其实我会喜欢2号的cutting 因为我们设计这个cutting的时候 也是往这种感觉 宽松的感觉一设计的 就是那种比较帅帅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女生差不多也是1550 155这样 对对对 差不多 有些女生去到16多这样 所以 以这样子的身高来讲 都是同意穿1号就会有到oversize的感觉 因为Cherry她身高155 然后体重39kg 她就是穿1号 然后她就穿出那种 oversize 宽松 中小姐姐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是159 然后重量是51 52这样的kg 你们就可以自信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也是有把这个size的recommend 写在我们的那个size那边 有了 你们可以去参考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在开箱第二款 OK 我们现在开箱第二款 第二款会是什么呢 我看到了 你又看到了 我看到了 DXM这个品牌的 mini army green 我本身是蛮喜欢这一件的 对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 越简单越喜欢的人 对啦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概念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喜欢 比较简约 比较阳光小清新的感觉 对 然后你们要注意到啦 我们lovo下面都会有一个ESD2020 就代表我们2020开始起 2020 可是现在已经2021了嘛 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是2020起 对不对 因为如果之前有在 有知道DXM这个品牌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有推出两款 对 然后因为在那一段期间过 我们又突然间没有推出新的款式 在那一段期间 其实我们是在重整 我们整个品牌的一个定位 所以这一个呢 它的周边卡是这一张 OK 开起来 当然是一样咯 然后再开起来 这个会是这个Cherry的 讲到这个 有很多观众问我 他讲这一款是不是unisex的 因为他们看到 是Cherry穿着上身效果 对 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一款是设计 对 回P 其实我们呢 每一款呢 基本上都是unisex 就不分男女 我们每一款都是unisex的 对啦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让Cherry拍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模特 就是去上身效果 来给大家看看上身效果 对啦 所以其实这个我本身也很喜欢穿啦 所以 大家也可以不必介意这个东西啦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 对 你看女生都可以穿的 我男生也是可以穿的 哈哈哈哈 好快一点 OK next 来我们现在到这一款 这一款会不会是 比较出众的那一款 让我们再看一下 哇 你讲中的 这一款果然就是比较出众的那一款啊 其实它为什么会出众 等一下你一拿出来你们立刻就明白 大家 准备咯 3 2 1 撑撑撑撑 喂 刚好没有 刚好 刚好 做到一点 我开错片了 这边看到吗 给你们看到一点点这样子 OK OK 然后打开它 哇 这一件为什么我们讲的初衷呢 因为它是我们这个collection里面 唯一一款黑色的 然后 我们先介绍这一个卡片先 这个卡片呢 其实也是跟其他的三个的风格有很大处 对对对 这个被他们称之为 那种 反外的感觉 这个是 封面 打开 依旧是website 然后打开的时候 哇 里面就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一次我们把我们的团队带到去 那种 mark 的感觉 然后这个有一些特写 他拿着一些 啤酒啊 然后拿着一些零食这样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印刷 也跟其他刚才 秀你们那两款不一样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叫 Flock Printing 它的材质 其实我们是用了 然后这一个 诶 close up 到吗 我们用了这种毛毛的效果 大致上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oversense的感觉 我觉得我可以换给大家看 OK 接下来要开箱的叻 就是 就是 最后一款啦 这个printing 也是蛮特别的啦 所以我直接就开给大家看看 OK 这一个呢就是 也是一样是一个Logo T 然后它中间呢就是很大个的 所以这种也是算是 比较显米的上半身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宽松的cutting 这个其实是二号来的 然后其实cutting方面 那时候我们也折腾了很多次 我们一直叫厂商修改修改修改 一直来来续续来续续这样 然后我们整个过程是 经历了很多次的修改 所得出来的一个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合适 最标准的一个平衡 for一号跟二号 这个printing 呢 就是 puff yes printing 什么是puff printing 我拿镜镜给你们看 哇 你们看到吗 它其实是 凸出来的效果 所以它不是平的 它还是 它就磨上去啦 就是 凸出来咯 对 因为 我们的设计其实是走比较简约的风格 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印刷上面 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 所以我们 就选择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印刷的效果 所以四款的介绍 基本上就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些 对啦 然后这一个卡片呢 关于这个puff printing呢 就还给你们看啦 so ok 一样咯 是这样子 帅的帅哥 大家猜猜看是谁 猜猜看这个人是谁 猜中 他就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他是首席设计师 然后也希望可以 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 这一次真的是可以讲是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改革 对就是 换肉换血 然后我也总结了 几个小问题 是有一些对DCNB的一些支持者 他们有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总结了几个小问题 想在这个影片 就是同意的恢复大家 没错没错 第一题 为什么要重新定位DCNB这个品牌 我们这一次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 就在于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 第一次我们出的那两款 黑色的叻 基本上是比较负能量的 因为之前我们会叫Don't Call Me Bro 这个名字是因为 很难讲一下 我大致上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上 在你还没有成功之前 你还没有 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别人会看不起你 就是他不会去 看在眼底 对对对对 然后当你成功过后 你有一些成就小成就过后 他们就会开始回来 斩鞭啊还是怎样 诶 bro 最近过得怎样啊 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包括朋友 也包括亲人 对亲人啊 朋友啊 亲戚啊 或是任何任何人啊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本身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两个达到共鸣 我们就会把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品牌设计为 Don't Call Me Bro 对对对 这个是真实事件发生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 完全是这样的意义 然后这样的意境去做了我们的开头 可是之后我们就想想一下 我们就觉得这个品牌的定位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 不大妥当 而且想想一下啊 这样子咯 感觉活到很辛苦 对 然后 然后 最主要最主要啦 是之前的那个设计风格 都不是我们 都不是我们 很喜欢 总之 简单来讲就是 就是那个意义不是我们 真正是要传达的啦 所以我们 过后就想了一下 决定队走真的俩 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个风格 就是为什么选择走我们现在这个 简约 阳光小星星的风格 我自己叻 本身就很喜欢这样子的风格 对对对 对 然后 有时候啊 我们在刷淘宝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种 中国小哥哥 他本的那种传达 对对对对 我都很喜欢这样子的那种风格 基本上我也是蛮喜欢的啦 而且我就是很简单的 大家看我的那个房间就知道了 我通过我的房间的嘛 你去看一下 他整个房间就是很简 很简约 很简单 这个颜色也是 简单哦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咯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 DCAP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灵感来自什么 这个刚刚算是讲的 刚刚也是有讲到的嘛 DCAP的含义就是 Don't call me bro 然后为什么会叫Don't call me bro 刚才也是讲的嘛 然后灵感来自也是刚才已经讲的 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 真人真事的经历 对 所以灵感是来自于这一边 没有错 然后 然后 考虑出其他单品吗 好哇啦 好哇啦 其实在我们心里已经有一个B数了 接下来会出什么样的商单品 对 我们其实有 已经有一个计划的 项链啊 袜子啊 帽子啊 帆布包啊 诶 像反 反布袋啊 可以的话我们出来脱鞋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很屌的概念 可是我相信 才不要给大家公布先 就是那个 哇 那个啊 那个好啊 OK这个要帮我B掉先 先搞一个神秘感 这个太好了 这个 我最喜欢 OK 会开实体店吗 当然会 对 这个是 在我们一开始的计划之内 对 然后我们也已经是 有一直在幻想我们的实体店会长什么样子 是是是 就幻想一下 已经是幻想了 因为有很多东西叻 就是你要想着想着 你才会努力去达车 要敢想 要敢想 才会达到那个目标 OK 可以在哪里购买 这个东西叻 我必须要讲 就是我们叻 现在这个做法叻 就跟以往不同了 我们现在叻 已经有自己的那个 官网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这些产品 全部都只限于 在 官网购买 我们这一次已经是 筹备了很久 然后我们也有属于 DCNB的官网网站 YES 所以现在 所有 如果你们想要购买的话叻 都只能够在官网购买 YES 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询问客服的话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的 Official Account那边询问 没错 之前推出的那两款 现在还买得到吗 之前错过了 当然是 有啦 因为它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在那里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会 把它放在我们的 新的官网网站上面 虽然讲风格是跟 现在新的不一样 可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纪念价值 这样 对对 OK 某某国家人买到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 很多人问 各式各样的 不一样的国家 对对对 北京啊 然后 美国 美国有 还有一个是 哪里啊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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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啊 台湾啊 新加坡啊 香港啊 都有网友在问 我们的 DCNB是 全球都有 寄货的 对 但是必须要有一点注意的是 其实我们的那个Free Shipping 只会提供在 Local啦 就是 Domestic啦 就是讲本地的那个区域 对 这个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 对对对 然后 你们也不用问我那个 什么国家的运费多少钱 因为其实在 你们在我们的官网下单的时候 那边就会 系统会自动通缉 你们的国家的运输费用是多少 对啦 对 所以今天 看一看我们自家的产品 自家的商品的 整个过程就大概是这样子 yes 对 其实我开箱了 我这样多 这样多上下的商品 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可以有一天 开箱一个 自己的商品 对 这种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这一次的 这个Launching 其实我们是带着一个 非常兴奋的那个星星 所以 非常非常期待 要把这些东西 辨识给大家 对对对 就是公开给大家知道 那星星 非常兴奋 也非常紧张 这个星星 其实很久都没有 所以 基本上就这样子啦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的上线日期 也是我们DCNP的 官网正式 呃 发售的日期 应该是它如果来得及 哈哈哈哈 什么 idea ok 所以 今天影片到边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集见 可以去我们的官网那边逛逛街一下 逛街逛街 对 的 虽然 我们下集加入